绝人弃义 名副孝词 这种仁 仁就是一种爱人的心 或体谅人的心 叫做仁 这个义就是一种意气相挺的心 就是挺身而出去帮助别人 就叫做义 那么绝人弃义 而且我们不是提倡仁义 这个中华文化里面的最精髓 就是这个仁义两个字 那在某些地方你会看到要提倡仁义 在某些地方你会看到他要绝人弃义 那可见得这个仁义两个字呢 有极义跟凶义 对不对 那你所要放弃的是凶义而不是极义 不要把这些经文 道家的经文拿出来批判儒家的人义 这是不对的 因为仁义是同样的东西 看你用在极的还是凶的 这个意思是说 百姓要恢复到一种自然的孝词 就要把那种虚伪的人义要放掉 一切的教育都告诉我们说 要爱护人 要帮助人 对不对 就是人义 可是你要断绝那种孤名调义的 那种存有私心的 私人目的的虚人假义 这个要放掉 那人们的内心恢复一种 纯真的自然的为人好的设想的心 那么他展现出来就是我们 自自然然所看到的孝词 而不是伪装出来的 有一个老人家非常富有 然后他很聪明 他没有在已经有点老的时候 就把这个财产分配给他的儿孙 他定了一个规矩 如果你们每次回来看我的时候 每个儿孙回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会有多少的钱给他回馈 哎呀 那个每个礼拜看他的人 络绎不绝 他如果早早分出去 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吗 这个月住大哥家 下个月住二哥家 刚开始觉得很好玩 过了一年他忽然感觉 其实我只是一个皮球 对不对 踢来踢去 他说那这个老太太真聪明 聪明是聪明 可是他患得的也是很令人堪虑 今天络绎不绝 到底一直回来看他真的还是假的 有可能你说里面有可能真的 对 但也有没有可能是假的 为什么 我们可以断定有人是假的 因为像他这样的老人家 而是没有络绎不绝来看他多的事 不是吗 对不对 这就是你所看出来的孝词 看出来的人意 有真有假 那真的没有问问自己的内心 是不能了解的 那么为了这个人而故意去显示 他的人 这个人就虚伪了 古代的如者叫伪情 那么为了意 故意去显示那个意 这个意也是虚伪的 那内心一有虚伪呢 他所显示出来 你说心虚伪了也没人知道啊 但是那个造化会知道 就是你存什么样的心 内在的性命会有什么造化 那这一点呢 它是纠缠在一起的 它由不得你分开的 就是心跟性纠缠在一起的 很多人讲心就等于性 其实这是两回事情 那么 说大道会有人意 我们上一章是不是讲到这个 对不对 就是你有了虚伪的人意 你的心呢 一陷入这个竞争追逐 那么全身的整个造化呢 它的路线就偏差 各位我们修行啊 一个人修行 普通的人跟正确修行的人 他内在哪里不一样 他一样在工作 他一样在吃饭 他什么都一样 那你说他纯心不一样 可是普通的人 心里很好的人也很多 对不对 那到底跟修行的人 哪里不一样 就是身内的造化不一样 一个越来越纯阳 一个随着日月的消散 越来越纯阴 这里不一样 你说你怎么知道啊 修行的人一看就知道了 没有修行看不出来 是属于身内的法身不一样 这个身的造化怎么行 是跟心有关 你的心只要一纯粮 然后造化就调整在 针对某一个方向 我们的心一虚伪呢 他就又调整到 一个方向 所以这边说 绝人弃义 他是 不去刻意显示他的人 当然也不必刻意去隐藏 做该做的事而已 那决意也是一样 不去伪视这个意 决力也是一样 不只是决人决意 所以把人类的伪情给拿掉 那么里面的造化就正了 那这个伪情怎么拿掉呢 就是一种将心比心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守身的法则 常常问问自己 真不真实 情不轻松 有没有伪装 你有伪装一定不轻松 这个就是绝人弃义的 这个 他的意思